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是U9组合的何长熙 我今天要做的是乐于视频特别策划 U9青春大揭秘 何长熙 我想问你 你为什么就老是做这个动作 这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还是说只是为了做而做 用脖子好看呢 用脖子长 就像把手放在那里 好自恋 小熊猫是吗 其实还蛮可爱的 和我平时生活中比较相像 搜索和场戏相关微博 如果遭遇脱发会怎么办 去治疗 不对不对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可以吃点五黑粉 黑芝麻 然后也可以 我怎么又在笑 也可以买一点就是防脱发的洗发水和那个护发素 我现在没有这个困扰 为什么喜欢袜子包着裤腿 其实是一个造型吧 就是比较运动阳光一点干练一点 如果是脱的下面感觉拖拖拉拉的 第三个问题 发布会上处理队友掉落的衣服 为何如此迅速 我在跳的过程中 然后我斜眼准备是看队形的 我当时看见他要摔倒的感觉 直接一脚把他踢飞了 怎么迅速怎么来 怎么方便怎么来 请说出朋友圈最爱发什么内容 照片吧 你看见照片上的文字 都是胡说八道 像我就是胡说八道 找一下存在感 觉得自己的粉丝大多是什么属性的 妈妈粉或者女流粉 随时切换的 我觉得他们还蛮厉害的 在签人见面会的时候签名嘛 然后说可不可以给我画一个耳朵 结果我就在我照片上面 真的是画了一个 比着我的人耳朵画了个耳朵 他说贺昌星你为什么那么尴尬 我让你画兔子耳朵 你给我画了个人耳朵 然后就立马在我头上画了两个耳朵 很棒 肩膀太宽 粉丝以为是带了电肩 你想说我没有带电肩 我是真的宽 我觉得男性肩宽好看 我想问杨阳 除了呃呃呃的笑声 你还可以示范一下别的笑声吗